各位大家好 欢迎来到HanTV的奇异世界 我是Tommy 在做十个童话背后的变态故事 和六个童谣的恐怖故事 这两个影片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关于格林童话的故事 如果大家没有看这两个影片的话 请按着左上角 这个i去先看了吧 那我们来讲一下格林童话 是怎样开始的 在1806年 格林兄弟开始收集民间的童话故事 还有古老传说的 最初的想法是想用童话的口吻 来讲故事给成年人听的 但是因为由于太过血性暴力 甚至没有什么教育可原 很多人就反对出版的格林童话 所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的已经是第七版了 因为由于太过血性暴力 出版的有30多个故事 是被删除掉的 今天我们来从30个里面 选出10个出版的 删除版的格林童话 深入 以下的故事充满变态 暴力血腥 好我们开始吧 第十 饥荒中的孩子 这故事是讲明一位母亲 和两个女儿的故事 在饥荒的时候 母亲已经饥饿到陷入疯狂了 他就对他的大女儿说 我得吃了你 那大家我们才有肉吃 这样大女儿说 亲爱的母亲请你提恤我 我会出去找东西吃 过后他就带回两块面包回来 然后分了给大家吃 但是还是不够 母亲又对他小女儿说 我得吃了你 我得杀了你 那我们才有肉吃 小女儿也说 我会出去找东西吃 妈妈请你提恤我 他也找了两块面包回来 然后大家又分了 还是不够 母亲就对他们两个说 我得杀了你们两个 那我才有肉吃 大女儿跟他说 亲爱的母亲 我们将躺下 直到明天来临之前 我们将不会苏醒 不过第二天 女儿醒来的时候 看不到母亲 她已经离开了 她也没有杀了 他们其中一个 我们在这里的话 不会体会 在饥荒中 人们会怎样的弥灭人性 会想到杀了 而你来冲击 只能说 我们现在实在太幸福了 第九 叶英和芒西 从前叶英和西伊 是住在一起的 他们各有一只眼睛 就在同一个屋子下 互相的照顾的 有一天叶英 他要参加一个婚礼 他就追西伊说 你可以借我另外一只眼睛吗 我不想单眼的 去参加婚礼的 那西伊就跟他说 好啊 我借给你 但你明天得还我 叶英也是答应了 明天会还他的 去了婚礼过后 回家的时候 叶英才发现 原来有一对眼睛 是那么的方便的 他就背叛了西伊 西伊就诅咒他说 我会向你的孩子 和你的孩子的孩子报仇 将叶英就说 你够胆就来 我会把我的草 建在非常高非常高的菩提树上 你够胆就来吧 因此以后有叶英的草 一定会有个西伊 不停地往上爬 上到他的草里面 把仇敌的蛋吸干 第八 死神和牧者 有一天牧者 赶着他的白儿来到河边 就遇到一位死神 他就问死神说 你从哪儿来 往哪儿去 死神说 我将往随你去 离开这个世界 那牧者就再问 那我们人要如何离开世界啊 死神就说 水的界面 风格阴阳两地 你得往随你去 才能离开世界 那牧者就跟他说 我已经对世界厌倦 请你带我走 死神说 还不是时候 就将不远处 有一个守财奴 把他引到河边 推了他下去 把他带走了 过了很久过后 死神来到牧者的家 看到牧者高兴的唱歌 死神就问他说 你要来吗 牧者信蓝的接受了 他也带着他的白鹅 离开了世界 见到他的招物主 其实这个故事有隐喻 劝导人不要自杀 但是到死亡来临的时候 你得信蓝的接受 第七 杀身宝 其实这个故事 有跟男虎者有点相似的 从前就是有一个鞋匠 有三个女儿 有一天 有一个绅士 坐着一个金碧辉煌的马车 来到他家 就看中他的小女儿 其实在出版里面的话 他两个姐姐已经驾过去 在古堡里面了 这样这个小女儿就答应了 去到这个古堡 那这个绅士的话 就交了一把钥匙给他 他就说 这几天我会出远门 记得 整间古堡里面 你什么地方都能去 但是地窑的门 你千万不要打开 这样你又给人家锁匙 真的 那这个小女儿的话 去到地窑里面 开了那个门过后 就看到一个老奶奶 在挂着肠子 他就问老奶奶 你在干什么 那老奶奶就跟他说 我在挂着你姐姐的肠子啊 明天就轮到你啦 我觉得这老奶奶也蛮坦白一下 他就吓到了 那个锁匙就掉在雪坡中 那弄肮脏了 那个老奶奶就跟他说 你弄肮脏了那个钥匙 主人一定会发现的 他一定会杀了你 不如你藏在 有稻草的马车里面 离开这个城堡吧 那小女儿的话 就跟着做了 当主人回来过后 然后奶奶就跟他说 我手头上的东西都做完了 我就顺便杀了那个女儿 这是她的心脏 这是她的头发 还有这是她的肠子 这样主人就没有说什么了 这样小女儿的话 就离开了那个城堡 去到另外一个贵族的城堡 把这件事就讲给那个贵族的人听 那贵族就派人来杀了这个绅士 还有毁了这个城堡的 绅士的财产也贵这个小女儿所有的 第六 听到这个标题的话 大家会想起在strek里面那个很可爱 水汪汪的那个猫吗 就是这样看着你那个 其实正式的故事并不是这样的 正式的故事是说 在一个农夫死之后 他留了一些财产给他三个儿子的 将大儿子二儿子都抢完了全部财产 只留下一只猫给最小的儿子 那最小的儿子说 哇我留来冒来干嘛 不如我杀了他 吃了他的肉 然后拿他的皮来做手套吧 冬天的话 我可以保暖我的手 像那只猫就对他说 主人你不要随头生气 你分到的财产并不是那么差的 你只要给我一个口袋 对能在圣里面走动的靴子 我就可以帮到你的 那主人就给了他一个口袋和一堆靴子 他就用各种的计谋 一些兔子还有其他东西 就带这个主人献给国王的 然后也用计谋 让公主喜欢上这个主人 更用计谋 把一个变成老鼠的 食人墨也个吃掉 抢了他的财产和古宝 把他献给他的主人 国王的话就把他主人纳为女婿 我就开始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故事会被出版的人删除掉 可以说是那个猫不择手段吧 但是如果他不择手段 他应该会变成手套了 警察